《黃金盛宴》是慶祝TVB15周年的一件盛事 必須關注 應要出席的嘉賓都是重量級 在《黃金盛宴》這個隊會 每個嘉賓吃東西都很聰明 我們就學多點 希望在這裡加插點進去 讓大家吃東西更加開心 在那裡片人 黑蝦皮 即是要中間那塊真正的唇蓉 沒有皮 真是膠了 每個都是吃飲食食的 所以我的責任是整色整髓 選料、擺盤和設計方面 其實我都放了很多心機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我的用心 這裡的甜品叫做余藥在翡翠 翡翠很明顯是翡翠台 翡翠台 翡翠代表55年 在大家心目中 我是一個中菜師師 在今處黃金盛宴 然後加上西餐的作品 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 這個叫龍躍子 龍躍子 龍躍子 初初一次 我是用一個模特兒的身份 來PVD拍攝 這次我是用一個甜品師的身份 做一個很美的甜品 慶祝PVD50年份 對我來說一個事務前面的標誌 希望將我所識的東西 和可能能力對這部 今次也更加精彩 大家真的要留意 因為很特別 我真的會令這個很高分 全力打造 黃金盛宴 在這陣子 次廣坡 在這陣子 幹個 風